這是你的見證文, 北京, 你唱下書二十五章,一節四節。 而我說, 你是我的神, 我要尊崇你, 我要稱讚你的名, 因為你以忠信成神行過奇妙的事, 成就你古時所定的。 你使城變為聯隊, 使堅固城變為方長, 使愛幫人宮殿的城不再為城, 永遠不再建造。 所以, 剛強的民必榮遙你, 強暴之國的城必敬為你, 因為當強暴人吹逼人的時候, 如同暴風直吹長逼, 你就作貧窮人的保障, 作困惑人急難中的保障, 作了暴風之處, 作被炎熱的陰涼。 八節九節 他已經吞滅死亡直到永遠, 主耶和華必拆去各人臉上的眼淚, 又隨調普天下他百姓的羞辱, 因為這是耶和華說的。 到那日,人必說,漢難, 這是我們的神, 我們素來等候他, 他必拯救我們。 這是耶和華, 我們素來等候他, 我們必因他的救恩歡喜快樂。 在這裏之前的十張激文, 以倉下一直講述到神, 將會怎樣審判以色列的周圍列國。 如今,他突然唱出一首重贊的詩歌, 其實是他的見證。 以倉下雖然是代表以色列民對神發出重贊, 但是,這首詩歌, 他是從他的心底裏面發出來的。 唯有當以色列人真正認識神和他的兒子耶穌基督, 他們才能唱出這首詩歌。 我們亦都是一樣, 唯有當我們承認耶穌基督是我們的救主和主, 我們才能發自內心的唱出一首新歌, 和來到重贊神。 作者是為神在過去所成就的一切, 還有就是將來要行的一切, 而發出由衷的感恩。 我們可以按照個人的經歷, 發出類似前兩節的重贊。 主啊, 我要再次向你表明, 唯獨你是我的神, 我要為你的偉大, 和你為我所成就的一切重贊你。 主啊, 我看見你的作為寄臉, 在我還未認識你之前, 你已經為我的生命定下了救恩的計劃, 而且在歷史當中一步一步地來去成就這個計劃。 主啊, 感謝你的信實不變。 這是不是你的見證? 在你缺自相信祂的時候, 你可能還未認識到神為你所做的一切。 但是當你回望過去, 你就是清楚地看見祂的恩手如何一直帶領你, 而祂的其中一個目標, 就是要令你越來越緊緊地依靠祂。 很多奇蹟經家都相信, 以色列人最終必然來到這個境地, 就是承認神是他們的神。 你知道他們會親口唱出, 以唱下書這一篇的詩歌。 但是我們又怎樣呢? 我們能不能夠今天就唱出這首詩歌呢? 我們能不能夠從心底重贊這位心愛我們的神, 又知道祂在我們身上成就的一切, 都是為著我們的好處, 和為著彰顯祂的榮耀呢? 讓我們來討告, 主耶穌, 求祂加添我的信心, 讓我能夠唯獨信靠祂。 謝謝大家。